Hello,大家好,我是Uncle Kevin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大儿子上大学了 我的大儿子名字叫恩宏 今年很快的就要庆祝18岁生日 那么过去将近18年的岁月 回想起来时间过得真快 还记得他那时候我们第一个孩子 我们初为人父母 那第一个孩子也是很兴奋 也有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样最好的照顾 这么的快的时间 他就已经转眼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 然后要踏入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了 那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孩子最近在这个Forex的报纸上 他跟同学的合照 那么那一天乃是他去领成绩单的时候 也感谢主他的成绩还不错 拿到了三个A 他今年他自己的一个规划 去年就申请了要读University of Pretoria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就是工程系 我这跟他鼓励 那他自己要学习什么 他自己去发掘 那我们也在神面前跟主祷告 让他能够找到 发掘自己的一个才干 来自己的兴趣来学习 他想要学习的相关的科目和知识 能够发挥自己所长 我想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 怎么说呢 上上礼拜离家之前 我跟他做一些的精神讲话 我也跟他分享了一些的 在外面自己一个人 现在独立生活 那应当注意的一些事情 当然我们身为基督徒 首先我鼓励他能够多读圣经 不要忘了圣经 学习圣经的话 还是照常的参加每个主日的敬拜 不管在线上也好 还有呢 就是能够来学习祷告 跟主耶稣祷告 我也跟他讲了 就是一位中国人的一句谚语 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朋友 那他们在外面 跟他的同学啦朋友在一起 那么有很多时候 他的朋友 可以互相的帮助 互相扶持 那么远胜于在比较远的家人 所以当然也是训练他 开始走向人生的一个阶段 学习独立 自己如何的生活 不管是带人处事 交友 学习长进 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也是将孩子呢 就交给了主 那在这里我也要分享了 过去从孩子出生 一直到现在 我们是怎么样给孩子理财的 他的教育啦 怎么样的规划 首先就是当然作为中国人父母 总是想要为孩子来着想 那为孩子来希望他有好的教育 为他来做一些的积蓄 那么这是我 纯粹是我个人的经验啊 所以呢 只是作为参考 我不是说我做的就是对的 或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说呢 这孩子有什么成就 那么一切将荣耀都归给主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 我年轻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台湾 我父母亲也是非常的用心 来栽培了我和我的弟弟妹妹 那他们那时候在三十多年前 想尽办法就把我们送到最好的学习 私立学校 那时候在台北市是再兴 所以我是一个再兴宝宝 所以你问一个像我这个年纪的台湾台北人 那提到再兴的话呢 大家应该都会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名校 我来到南非以后呢 我在南非我读高中 那我是读了Stanger High School 那时候还是白人统治的时代 我们那时候还很不错的一个高中 校园非常漂亮干净也很大 因为那时候白人学校他们占地很大 有好几个橄榄球场 还有打板球的学校建筑也非常的美观 那么那时候呢 这参加的公立学校这个学费啊真是便宜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一个学期才125块南非币 就是一年的话也就500块南非币 所以真的是那时候读书也没有什么负担 基本上那些白人学校由政府来出钱 那家长自己为孩子只要负担了一小部分的钱 我那时候也觉得这个教育还算是良好的教育 虽然来说这个数理方面肯定不能够跟台湾啊 这个跟大陆这国内这些的水准来相比 但是呢相对来说我觉得一个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教育 那之后呢我就申请 那后来就是上了金山大学读了精算系 那我回想我过去的一个经验的话呢 我觉得人要不要读都在于自己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家长 你每天就是逼着孩子读书 孩子如果说呢他不愿意读 他读的不愉快 那我觉得即使让他读好的学校上好的大学 最后呢可能有效果是怎么样呢 也不知道 所以我是比较偏向于说你要读就读 如果你不读的话 那你就自己去找找工作 那但是呢如果说你愿意读 你造成的自己的兴趣才能去发展 我爹地也不去说你一定要去做什么学什么 或是以后要继承我这个business 都没有的 那每一个反正就是孩子他们自己想要学什么 自己去想要读大学啦 或是以后要工作啊要做business都随他们 那所以呢就是我这样的一个经验呢 我觉得就是说那时候在找学校的时候 当然也是比较了哈 就是在在约宝我住在Douglasdale 在这个约宝北区有什么好的学校呢 所以也那时候也去了解了一下 不管是Saint Stithian Saint Peter's 什么Culford 还有这边有Cooper College 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Briandale Briandale Primary School 那时候还要进小学的时候 那这了解以后呢 其实在恩宝他那时候小的时候 要进小学 其实那时候都觉得公立学校也都还是不错的 而且学费相对来讲比私立学校真的便宜很多 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他读Briandale Primary School 那时候呢一年的学费也就可能就是一万八吧 一万六还是一万八 所以很便宜 而且如果说你是在年初的时候呢 就一笔的脚了 那你还有相有折扣 去参观的学校 了解那学校校长 那时候的校长也是白人 那大部分的老师也都是白人 我觉得那个学校那学生给人的感觉呢 也都是彬彬有礼 就考虑后来就决定 就把孩子呢送到这Briandale Primary School 学校的设施也都很不错 也有足球场 然后呢也有提供各样的一个活动 不管运动啦 或者课外的活动 那还有就是说呢 各种的一个科目学习 所以孩子这样的经过小学这样的七年时间 真的作为家长 我觉得一方面 我觉得还是一个Quality Education 一个优质的一个教育 但另外一方面来讲 其实也为了我们作为家长呢 省了不少钱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其实呢 我把这个省下来的钱呢 带孩子每年或是每两年出国去旅游 或是到南非各地去走走旅游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机会教育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呢 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所以当孩子带他出去旅游去看看去走走 他们可以知道说呢 世界不同的地方 环境是如何啦 户外的美景 欣赏神所创造的各种大自然的风光 这个都是机会教育 也是他一个成长 他这个教育的一部分 那后来呢 要面临要读高中 那么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聊了 那也去参观了去其他的不同的高中去看看 那后来选择呢 是读就我们家父亲的Forest High School 那Forest High School呢 也是一个Public School 是之前的所谓南非就是Model C School 所以呢在所有的这公立学校当中 算是最好的一类的 学校的校长啦 还有就是老师啦 都是不错 那所以呢就是后来就是 宋恩宏去读这个Forest High School 那我记得那时候呢 为了要让他读这个Forest High School 那么那时候呢还笑排队的 所以呢比如说在礼拜二是要报名 那时候呢就是他们采取的是Forest Come First Serve 你就是如果说你排队 你排得早 你把你的孩子的申请表递上去了 你就在前面 那如果说你往递了 那可能就错过了这个名额的话呢 那你就在Waiting List 在等候的名单清单上 或是呢可能就没有机会进这个学校了 所以那时候呢我还记得是一个礼拜天主日的下午 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就是住在这Forest High旁边 那经过的时候呢就发现说 哇礼拜天下午已经有开始人在排了 就赶快通知我们 然后呢我就赶快的就是那时候呢就冲到了这个学校外面 然后呢就看见已经至少有几十个人在排了 那我也赶快排上去 然后呢太太就回家帮我拿了椅子还有被子等等 因为要在那边外面排队 那么他们排队是这样子 就是说那时候从礼拜天下午开始排 然后呢是可是到礼拜好像是礼拜二早上 你才能够把这个键好像八点才开始递进去 那后来呢有听说呢可能到时候 深夜的时候呢就可以递上去了 可是不知道哪一个家长呢就通风报信给教育部 说呢这个学校呢要提早收件 所以教育部就下令给学校说你不能提早 必须要在礼拜二早上八点才能够开始收件 所以呢我足足在学校外面 就跟其他的这个报名的家长们 坐在那边排队啦座椅啊 有的人甚至在外面烤肉啦聊天啦 就是放音乐啦等等的 从礼拜天下午一直排到了礼拜二的早上 那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 就是后来呢到早上的时候呢 有我们的家的这个黑婆她来换班 让我能够她帮我在那边排队 让我能够回家书系 然后呢就是还是上班去 就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到礼拜一晚上的时候呢 又再回去再排队 那黑婆就回家了 然后呢那时候车子也停在外面 所以哇那时候好像四月还五月的时候 哇那晚上的时候还蛮冷的 这个气温呢低到差不多七八度左右 所以呢还赶快跑到车上去盖着棉被 然后睡袋 然后呢在车子里面还比较暖和 是这样子的度过那那两天的时间 好不容易到礼拜二早上 那后来呢八点了开始收件了 那一直到差不多十一点的时候 排队啊最后终于能够交件 那时候后来完成了这样的手续 那后来呢孩子恩宏也顺利的进入到这Forex High 那她在这个Forex High这几年这五年的时间呢 她也蛮高兴的啊 她也在学校参加了各种活动 游泳啦 还有呢因为她生来就是这个体壮 那所以她也打这个橄榄球 当然很多的华人父母都会想说 哇打橄榄球好像很危险啊 会不会到时候呢就是受伤啊 甚至有的人送命的 那当然呢我们作为家长 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但是呢恩宏她就是自己想要参加 那当然她这个打橄榄球呢 也曾经有两三次受了比较严重的伤害 特别就是这个脖子啊 这种的肩 背部啊肩膀 因为她是在这个第一排的 她是这个橄榄球呢 她们都是斗牛 她是 她是Prop 所以呢这个风 这个危险是比较大 不过呢也感谢主 她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一个伤害 那我觉得参加这种英式的运动的话呢 不管是这种板球啦 或是这种橄榄球的话呢 就是帮助一个人呢 就是建立起一个团队精神 因为你知道说你打这种的团体的运动 你不是靠指你自己一个人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专长 有的人可能跑得快 有的人力气大啦 有的人可能会闪躲啦 有人会踢球啦等等的不同的情况 但是呢毕竟这是一种团体的运动 你必须靠着15个人 大家一起的合作 一些的战略 然后呢互相的默契 然后你才能够完成一场赛事 才能够赢一场的比赛 那所以呢可以教导她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 跟彼此的朋友之间 跟你的队友之间的一个合作 也就是让她参加了这一切的橄榄球 那还有呢她后来呢 也就是她的音乐方面 她也参加了学校的这个 band 表演啊这些的 Volice High 她的这个整个的设备来说的话呢 也都还是不错的啊 Hockey的球场也是更新也是很漂亮 然后她的这个橄榄球呢 甚至有这个国际的队伍来那边练习 像我记得恩宏之前提到像是从澳洲来 他们那时候参加因为那个南非跟澳洲 纽西兰 新西兰 每年这个 Super Rugby 的一个比赛 那那时候呢有一个澳洲的 team 来到南非来参加比赛 他们的指定用的这个练习场地呢 就是这个Volice High的这个 Rugby Field 同样的就是在这个公立学校 学费呢也相对的比私立学校要便宜许多 可能是省下了三分之二的费用吧 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 还不到三万块 后来每年的增加 后来到最后呢 变成一年是四万多的这样的一个 每年的学费 但是跟私立学校相比一年十多万的这个学费的话呢 真的是帮我们作为家长使了不少钱 这是我的一些的考量 那在这一段的期间当中呢 我就是当他们到一个阶段 那就是有帮他们来开用孩子的名字 开他们的银行账户 虽然说我们作为家长 我们监护人帮他们操作 一直到他们能够自己自理为止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呢 后来我们就开了用他的名字 在F&B开了银行账户 那是给那个年轻人 孩子的这个银行账户 我们自己本身因为都是 我是F&B的老客户 那当然就是也就顺着 就是在F&B开给孩子的这个银行账户 那后来呢 曾经也用银行的孩子银行账户呢 也就是帮他们申请了 就是像一些BE的这些Shares 像是SASO 什么MTN的 透过这样的方式 帮他们做一些理财 那后来呢 就是也是孩子到了14 我记得15岁的时候吧 觉得他已经到了 等于算是像台湾的这个国三了 国中毕业了 那么应该可以学习了自己来治理 那所以呢 那时候就也给他申请了这个银行卡 后来呢 他开始有自己用的这个Bank Card 他给自己去刷卡啊 Debit啊 然后呢 每个月给他固定零用钱 进到他的卡上 让他自己学习来怎么去操作使用 让他开始来了解了这有关于这个金融的系统 Banking的这个system 开始给他零用钱就比较多了 我这个自己个人的一个方程式吧 就是说呢 以他年龄乘以50 给他的这个个人的零用钱每个月 那当然他现在这个阶段呢 开始进入到大学 我要求他就是做一个Budget 虽然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Budget 那要求他做一个Budget 那他在妈妈的协助下 他做了一个Budget 每个月他预算是多少 那我们就是每个月呢 拨他拨给他到他账户多少钱 那自己要能够学习来管理这个钱 使用这个钱 不管是来付到时候来每个月付租金啦 每个月来付开销 或者是他自己要出外买东西 买groceries 买take away等等的 让他学习开始学习 能够来自己怎么样去支配这个预算 怎么样能够善用这些的金钱 然后也鼓励他记录这些的所花的钱 就是这个track expense 不管用那个手机上app也好 这是一个过程 那么关于帮孩子理财的话呢 除了刚才之前所提到的就是南非 那时候有BE这些的SASO 还有MTN的这个share之外呢 后来呢就是有在2015年开始 由于南非政府就公布有这个免税投资账户 只要是南非你是有ID的 你都可以办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所以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为三个孩子 也包括恩宏来帮他们做这个免税投资账户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每年是三万块 那后来呢这个财政部长公布增加这个提升到三万三 后来就追加到三万三 那去年开始就是宣布就是这个免税投资账户每年的额度是可以投进去三万六 所以后来呢就帮恩宏呢就是投了三万六进入到这个免税投资账户 那我们呢是用我最青睐的这个Allen Gray的投资平台来给孩子做这个基金的投资 所以用这个免税投资账户来投资的基金帮孩子们理财 那么也能够赚一些投资的报酬 恩宏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呢他也开始对一些的理财有兴趣 所以他问我有关于一些理财投资的问题啦 银行的账户啦银行的定存啦 至于后来他问我很多投资股票 那还帮他就开了这个Easy Equity的股票账户 不过他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操作 没有投钱到这里面 所以呢我是作为一个家长 那孩子呢也感谢主也很高兴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成长人生这个新的阶段 即将迈入到这个成人他能够自己的独立 能够来在这个道路上来学习 以后怎么样的自己来 不管是在待人处事啦 不管在财务上能够自己能够自由 还有独立的思考和支配 我会继续的来帮助他 还有就是来鼓励他 如果他有什么问题我会来协助他 这一集很零碎的跟他分享的我跟孩子之间 以及过去如何的给孩子不管是教育啦 还有就是说理财啦 或是如何跟孩子一些分享 那么你自己的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或是你还在这个阶段 欢迎与我们分享 在下面留言 好那么下期再见咯 拜拜